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經過上集D4事件之後 因為戰鬥班及整備班違抗命令 所以被Celebulo上身的長官 將Storage解散 今集主要是交代解散後他們幾個去向 也算是少有地見到主角群的日常生活 楊子約了姚輝拍拖逛街街 果然是長腿控的版本好一導演 今集楊子的便服裝還大了長腿 簡直是瞬間J到爆升 兩位女主角今集放下了一雙圓服 換上了便服裝扮 立即青春又漂亮了 踢完姚輝他們走之後 防衛軍進駐基地 心有不甘的蛇倉隊長 假裝外賣仔潛入基地 發現了特空機4號 因為超人的光線可以中和到次元的崩壞 所以四眼阿姨就想出了模擬超人的特空機4號 鏡頭一轉 正當姚輝和楊子去到博物館 發現退役了的Sevunga 成為了給一般民眾參觀的展品 然後發現了結花也在 便服裝的結花真是蠻可愛的 然後還有葉虎扮的小丑 正當大家嘻嘻哈哈的時候 Balocsa Segin突然襲擊姚輝 我想說這次海察星人已經是第三次登場了 雖然他是三代目 不過他的背份並不是三腦 而是初代的弟弟 二代目的哥哥 所以三代目這個就是二腦來的 真的有點無謂這個設定 然後 今集超人Z 又再次以人類SIZE登場戰鬥 二腦今次手持的武器就是Tiger的第19集登場 雷擊獸神Colonsander的武器 不過二腦就不夠打了 然後Jagula亂入幫二腦打超人Z 於是二腦又乘機巨大化 但今次竟然是喝珍珠奶茶巨大化 然後超人Z也馬上巨大化 一輪戰鬥之後 羊子駕駛退役的Sewunga 接著下去 就連特空機3號都出現了 不過是由防衛軍的人去駕駛 今集可以說是超級大亂鬥 Jagula現在久違變身成為5King 最後就由羊子用激將法去大雅Belialog 被羊子大到的Belialog 就破例給羊子用它 於是就出現了Sewunga手持Belialog 就出必殺技的Kill Barossa Sejin 而超人Z就用Gamma Future 召喚出迪家的力量形態 Della的強壯形態 再出加雅的必殺技 今集又美腿又大亂鬥 又照平成三部曲 真的很有版本好一的風格 最後主角群再次在基地集合 結花就被派到怪獸研究中心 楊子就被派到新特空機的後補機師 姚輝又做基地防衛工作 年紀輕輕被人叫做康奸 於是今集完結了 以下就是解說時間 楊子 難得今集大洋子的美腿 當然就要介紹一下這位女演員 飾演洋子的就是Matsuda Lima 她在1994年1月6日出生 現年27歲 她的舊藝名叫做騙貝樹 她曾經是一個體操選手 就是關東大會的第八名 所以她的身體的柔軟度超強 在超人set之前 她也演過不少日劇和電影 雖然並不是演主角色 也很大可能就是版本 看中了她的柔軟度和長腿 Sevunga 其實之前的解說片和開箱片 都介紹過Sevunga 所以這次就不多介紹她的出處了 反而就想說一下Sevunga的人氣 只是在尼奧登場過一段短時間 本來人氣並不算高 以前的造型 也不見得有多可愛 不過超人set開始之後 變化多多的表情 以及重新修正過的造型之後 就開始變得很討人喜歡 現在無論是Bandai 還是其他品牌 都出過不少相關的玩具和精品 是厲害得到不少女性觀眾的喜愛 絕對是近年原谷持有的角色入面 最成功大翻身的表表姐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發源於台灣 而身處香港的我們 珍珠奶茶其實也是一個見慣見熟的飲品 不過在2019年的時候 竟然會在日本掀起了珍珠奶茶的熱潮 珍奶的日文就是Tabioka Milukuti 通常簡稱是Tabioka 珍奶就以超極速的速度 在日本的年輕女生之間大獲人氣 就連2019年的日本流行池大賞入面 都有Tabioka這個字 賣珍珠奶茶的茶飲店開到成行成市 還曾經期間限定出現過珍珠奶茶樂園 不過時至今日 2021年的熱潮已經減退了不少 至於今次二老用珍珠奶茶巨大化 就不禁令我想起激走戰隊車連者的敵人 就是宇宙暴走族的怪人 就是吃這個滬陽羹去巨大化 滬陽羹和珍珠奶茶的珍珠 都包含有木薯的成分 所以今集的巨大化算不算是跨作品的致敬呢 岩田榮卿 高成岩而這個出名的皮套演員 演過歷代的拉達主角 他就是拉達先生的可以叫做 現年的41歲岩田榮卿 都可以叫做超人先生 因為至今為止 力師 麥斯 梅比斯 雷蒙 超人 斯盧 勝利 X 阿布 Gida 羅索 和Tiger 超人 斯盧 托尼加等等的皮套演員 都是由他去做 而他本人也演過Gida的 Shadow Sejin 人間體 同樣在Gida 飾演摩亞的 長谷村真幽 就是他老婆 今集入面 岩田榮卿 就客串了做防衛軍的機師 隔鎖著特空機3號到達現場 今集就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交代眾人的去向 真正的戲肉 下集就開始了 超人Z 亦都開始步入最終章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